2023新北市林口区子弟系文化节 12月2号在林口竹林山观音寺殿前广场隆重登场 今儿12号特别举行记者会 现场安排了林口乐林园演出八仙过海 展现林口新传文化的特色 这一次呢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今年12月2号 林口子弟系文化节来即将盛大的举办 那这个传统文化呢 除了市政府文化局以及我们在地竹林山观音寺 都非常大力的支持以外 它也其实也延续了14年之久 那在这个传统文化上面 最特别的是我们南北馆这个演出 还有这个戏曲的演奏 那更特别的是呢 我们在林口地区非常明显可见的 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我们现场呢这个许多啊 这个创意比赛上也看得到 我们新兴学子都已经粉末登场 列舞会区长表示 林口子弟系至今已迈入14个年头 今年除家宝国小同学登台演出 经典戏曲周楚除三害外 还有乐陵园演出最八仙 与约勒宣带来天官太极图演出 欢迎乡亲当天前来欣赏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在林口地区啊 各大这个特色的景点也设置了打卡点 我们透过啊这样子打卡的活动 也鼓励呢各地的民众呢 来到林口地区呢来走一走 然后透过打卡呢也可以来换取 许多小礼物 欢迎大家 11月23号到30号 在林口7处踩点打卡 与活动当日现场打卡上传 指定网址都可以获得限量打卡赠礼 另外还有许多活动好礼相送 相关讯息民众可上 林口区公所官网及FB粉丝团 林口区公所天空之城查询 记者胡宇轩新北市采访报道